各位同學好 我們來看一個動畫 透過人家做好的Jujibra的動畫 來感受一下深波駐波的疊加 是如何形成駐波的 那首先呢 我們讓它播放 這是兩端開口的情況 上面這張圖是單獨的深波 那下面的話是全部合成 那現在我們還沒有把反射波顯示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一直向右傳遞 卻沒有反射的波 那現在我們加入第一次反射波 就是左邊、右邊 右邊這個開口自由端反射 那我們暫停一下 來看一下它的波形 好像是這個情況下呢 上面這一個是入射 那它原本要繼續往下 那它的波形啊 它的波形如果穿越這個自由端 應該是往下 可是我們知道自由端的反射 是左右相反 所以這個原本往下的部分 往右下方這樣子的波形 就翻到 翻過來 翻到左邊過來 所以就會變成是這樣子 再看一下 這就是自由端的反射 然後反射之後呢 如果是這兩個波加總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裡這裡加總的話會抵消 對不對 這裡這裡加總會抵消 所以中間這邊就會是節點 仔細看一下 中間這裡就是節點 因為它入射和反射 一上一下就抵消了 然後再來我們就把這個初始波關掉 然後再來第二次反射波 第二次反射波 跟第一次反射波 它也是 也是 中間這裡也是節點 中間這裡也是節點 然後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反射波呢 把第一次的插掉 第二第三次的反射波也是 中間這裡也是節點 它的意思是最左邊反射第一次 然後反射過來 右邊第二次反射 再反射過來 這邊是右邊 右邊第一次反射 然後左邊第二次反射 再回到右邊又第三次反射 所以總之呢 這幾次的反射波最後的結果 會是正中間這邊就是一個節點 所以我們把它的合成波寫出來 最後就會變這樣子 就會是下面這張圖 那如果是用重 如果是用重波來表示的話 就會長這樣 就會有密布書布的交替 好那我們改一下波長 如果是波長變一半 那它就會是多一個節點 好那如果是用成這種 疏密波的方式 我們就會看到它是 嗯 節點就是密布書布 密布書布不斷的轉換 好那再來如果是 波長再更小的話 就變這樣子 上面的這個我們就先關掉 看看會不會跑比較快一點 好那這是兩端開口 那如果我們換成兩端 一端開一端壁呢 像這個就是我們提到的 它是 左邊是負點 右邊閉口端 封閉端是節點 那這個波長會是 管長 空氣柱長會是四分之一 那這個時候是 L是四分之一 那L如果是四分之三 我們現在的 Lambda是20 那我們改Lambda 改Lambda 好這樣的話就是L是四分之三 那我們就會發現 它多了一個節點 這個地方是節點 好那這時候 我們再把 把這個L改成 四分之五 Lambda 好那這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它是兩個節點 好那 就先介紹到這裡 那我們就把這個 網址貼在我們的影片的說明欄 那同學可以用電腦來操作 會比較方便 好謝謝